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分为烈性传染病和普通传染病两部分 烈性传染病仍然是天花鼠疫和霍乱 首先我们看一下天花 最后一名青天花的自然患者 1977年的10月26日出现在非洲的索马里 1978年全球最后一名患者在实验室感染天花 1980年WHO宣布天花在世界范围内灭绝 第二种鼠疫 鼠疫目前呢 实有小范围的流行 这个图是我国2016年在青海出现的鼠疫的疫情报告 主要的病人携带者是汉塔 2019年11月 北京出现三例来自内蒙古的自然一元性感染 但控制及时未出现大规模的传播 第三种烈性传染病是霍乱 目前霍乱在一些不发达国家地区是有流行 2017年海地赞比亚发生霍乱流行 2019年埃塞俄比亚发生霍乱流行 而且均有死亡病例报告 左图是霍乱就诊的病人 右图是霍乱死亡的病人 下面我们看一般感染的中的细菌性感染 仍然是结合白日咳 白猴 流脑 伤寒 利己 破伤风 探菊 梅毒 和令病等 由于抗生素的使用 以及疫苗的接种 大部分感染性疾病已得到了很好的控制 目前需要关注的疾病有 结合病是典型的再线性传染病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曾经控制良好 但八十年代以后再次升高 目前世界范围内发病率及死亡率都仍然很高 主要特点是临床症状不典型 耐药与耐多药菌株常见 另外一种是破伤风 破伤风是由破伤风缩菌感染所致 破伤风缩菌是厌氧牙包感菌 这个图显示的是破伤风缩菌 还有它的牙包 蓬大部分是它的牙包 易感人群包括农民 农民工吸毒人员 慢性伤口感染患者 自然灾害中受伤者及其他局部感染者 如中耳炎 牙银炎 皮肤感染 及拔牙手术后感染等等 破伤风是既可防又可治的疾病 早期诊断 早期治疗 预后良好 但如果治疗不及时 则死亡率很高 治疗原则为正确处理伤口 轻创 扩创 注射类毒素 也就是疫苗 一般我们用摆摆破三连疫苗 同时注射破伤风抗毒素 叫TAT 这个时候需要预防过敏 另外一种是病毒性感染 包括脊椎灰质炎 流感 麻疹 肝炎 手足口病 出血热 水痘 带状泡疹 狂犬病等 经过多年来疫苗的接种 很多病毒性感染性疾病 都得到了有效的控制 脊椎灰质炎 是一种即将被消灭的疾病 2015年 世界上只有两个国家 即阿富汗和巴基斯坦 仍有野毒株引起的脊椎灰质炎 但病例数不足100例 2017年 上述两个国家 病例数为22例 而到了2018年 他们这两个国家 只剩下12个病例 2019年10月24日 世界脊椎灰质炎日 世界卫生组织 WHO宣布 三型脊椎灰质炎 病毒被正式消灭 二型已经在几年前 被消灭 所以呢 现在只留下一型 彻底消灭脊椎灰质炎 指日可待 在这里 我们必须缅怀 为我国消灭脊椎灰质炎 做出重大贡献的病毒学家 顾方舟教授 顾方舟教授 研制出了我国第一批 脊椎灰质炎口服活疫苗 为了全国广大儿童的健康 他用自己的儿子做实验 服用了第一批疫苗 让我们永远记住他 感谢他 怀念他 另外一种疾病 是流行性感冒 目前流行性感冒 在世界范围内 实有流行 而且具有一定的周期性 病毒容易发生变异 需要关注的 另外一种疾病是麻疹 麻疹疫苗的使用 一度使该病得到了有效的控制 但由于过去20年间 有些国家拒绝接种疫苗 近年来发病率迅速上升 2015年 北京麻疹爆发4起疫情 共33例 河北麻疹病例 一共是118例 2017年 欧洲各国发现麻疹病例 21315例 较2016年增长了400% 造成了35人死亡 2018年 欧洲区域共有4.1万多麻疹病例 创造自2010年以来的世界最高记录 并已经至少有37人死亡 2019年上半年 菲律宾共有8400例麻疹 而美国麻疹病例为839例 形势较为严峻 下面我们看一下 病原微生物未来的特点 首先要控制在线传染性疾病 结合病到2035年 死亡率要减少到95% 发病率减少至90% 同时我们要应对新线感染性疾病 艾滋病 艾波拉 债卡病毒感染等 这个图是艾滋病病人 这个图是艾波拉防控人员 这个图是债卡病毒感染 引起的新生儿小头畸形 最后我们谈一下 医学维生物学的发展趋势 一 研究新线和再线病原微生物 二 研究病原微生物致病机制 三 建立规范化的病原微生物诊断方法和技术 四 研究抗感染免疫的基础理论及应用 及研制新的疫苗 五 研制与开发新的抗感染药物 好 今天的课就讲到这里 同学们 再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